敏感肌保養 跟著柳彥這樣做 蘋果日報美人獎堂 Part 2 第二場活動請來美女醫師呂佩璇 及保養顛後柳彥老師 教大家敏感肌保養 來參加的學員 除了能近距離聽獎外 還能獲得超棒的參加禮 簡美進程支持活膚露和Facy Loop面膜 抽台北東京來回機票 還有新品可以體驗 難怪活動開始之前 場外就擠滿排隊入場的人潮 上場排隊的50個名額很快測而滿 蘋果臨時加開名額讓大家歡喜入場 活動一開場美女醫師呂佩璇 以臨床案例點出敏感肌常見的狀況 她提醒大家有症狀時 一定要尋求專業醫師對症下藥 另外她也發現近來不少敏感肌 都是因為保養不當所造成的 我們會有碰到一些客人 她可能是一個禮拜 就會做一次進敷雷射 那每天都敷一些紙狀的面膜 而且會在這個紙狀的面膜 會在臉上停留很久很久的時間 一直到它乾掉 而且她覺得這樣子非常的物盡其右 那或是說有時候 我們就是每天都去角質 覺得自己的臉上 因為有這些粗粗的屑屑 一定要藉由去角質的方式 把它去除掉 那其實有很多時候是後天的 這種不適當的皮膚的照顧 反而會讓你的皮膚的負擔增加 甚至破壞你的皮膚的層質質的構造 呂醫師特別提醒 挑選保養品時 可以選擇含有腳沙系的成分 來幫助層質質回到正常的狀態 緊接著由保養天后 柳彥老師登場 老師先帶大家認識敏感肌 除了先天的遺傳外 氣候 壓力 生活作息 跟飲食都會影響 保養就顯得格外重要 挑選針對敏感肌推出的產品 會比較適合 柳彥老師也當場示範敏感肌的保養 原來從卸妝時就要開始注意 因為它很容易紅 很容易刺 很容易癢 很容易因為一拉成 它就怎麼樣出現一些不適的症狀 所以其實記得敏感肌 從卸妝的第一個步驟開始 就記得一個原則叫做溫柔 請你溫柔對待你的肌膚 所以當你卸的時候 大面積的由內往外 油內往外 每一寸皮膚都擦到 柳彥老師還教大家敏感肌的 急救保養法 先把化妝棉用水沾濕 再加入五滴護理油混合 先全臉擦拭再濕敷三分鐘 再按摩幫助吸收 適合不一樣 這個很適合 愛兩隻一起摸 愛兩隻一起摸 要怎樣 怎麼樣 對 如果說你今天像我一樣 跟兩個情況下 這個維吾哥不不舒適 就可以用你的幫助 柳彥老師和活動贊助商 解美鏡也帶來很多禮物 現場大放送 氣氛整個超High的 你也覺得好羨慕嗎 下次記得到現場加入我們喔 動心蕭我也好想參加喔 報導喔 我再見 2 2 4 4 感谢观看